今天是2023年11月26日,星期日 奔跑吧生态片第二期昨晚已经播放了 相信大家都已经看过了 从当天的综艺播放指数来看 奔跑吧生态片会列日志榜第二 仅次于蓝台的另外一档节目 王牌对王牌 而在综艺活跃受众榜来看 奔跑吧生态片依旧是位列总榜的第二名 不过 这一次排名却高于王牌对王牌 成为了蓝台节目的首位 这说明奔跑吧生态片 在网络热度和粉丝群体方面都是佼佼者 而在这样的高热下 全网在于奔跑吧生态片相关的全部信息中 周深继续成为被讨论的最核心词语 而周深确实也没让大家失望 在节目中贡献了多个有趣画面 其中话题周深说每次唱歌都很紧张 周深孟子怡唱歌的参差 周深孟子怡两只百灵巧不同灵子罢了 等等都登台了网络热搜 或者有相对较高的讨论度 其中周深和孟子怡的转场对话 成为了节目中的一大亮点 孟子怡因为一首歌而对周深进行了深度访问 而周深的回答更是思路清晰 尤其是在对接歌的时候 孟子怡想要接周深的歌曲 而周深说了那句 你这里唱出来为难的是我 喜剧感直接拉满 他们的对话直接完美诠释了 不同林子里面的两只百灵鸟 而下一期奔跑吧生态片 同样值得期待 因为奔跑吧下期四名牌来了 这真的是久违了 到时候大家一起见识一下 周深的人情世故吧 你印象最深刻的名场面是哪一个呢 欢迎留言评论 同时欢迎订阅我们 每日都有经常心